讲的那个12个名称 所以特别重要这个12个名称 先建立好 名称定义特别重要第一个 如果你对于定义名称不熟 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个名称定义的部分 好好的多多善加利用 为什么 因为实在建立好之后 你这个使用公式之后 会变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突然那个公式变得可阅读性非常的高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分配股数怎么计算 那他这边有题目有给我们 所以你可以从另外这边 因为你可以Ctrl C好了 把这个直接它复制搬到旁边好了 它半透明了 不然你就把格式改成这个好了 有点不透明 第一题OK了 第二题要做什么呢 他说分配股数 以业绩搜寻 所以业绩在哪里 业绩在这里 这个业绩去搜寻什么呢 搜寻配股数量表 然后呢把那个配股数量表里面的配股数呢 帮我把结果输出 那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他这个人是1450万股 业绩1450万 那他应该领多少配配股股呢 1000到2000 3万5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Ctrl C 然后这边的话切过来之后 Ctrl C Ctrl V 有没有 这边的话 在八百九十万 配股数呢 2万5 但问题哦 我们当然不是要一个一个一个慢慢弄啊 所以你知道之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逻辑怎么样 把它变成一个公式 做一个公式 做完就向下填满就OK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哦 他的1450万 那配股数量表里面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你会发现哦 两者之间相差一万 所以要必须把这边怎么样 除以一万 再去这边查表 那查的话一定是查A栏 那要回来的资料就是C栏 所以是第一栏 这边查第一栏 带第三栏的资料回来 那比对的模式一定是找接近的 不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怎么做呢 一先把什么呢 这边插入函数 跟正像 应该是什么 他说 业绩去搜寻 所以搜寻的话呢 我们是用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那因为他刚好那个 配股数量表是纵向的 所以记得用VLUKAR V的话是vertical 是垂直的 纵向的哦 那另外税率表 有没有发现是水平的 水平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另外一个 叫HLUKAR H 指的就是那个HONIRONTO 水平的 所以是 VLUKAR函数是垂直LUKAR 就是垂直查询 那HLUKAR是水平查询 中文意思是这样 不过其实他 Excel里面比较我觉得 比较不通 没有人情 比较会有问题的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语言 因为都英文 其实如果全部改成中文 我想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 吸收了 理解 所以 VLUKAR函数按确定 那LUKARVALUE是什么的 查业绩 所以把业绩带过来 先除以万 因为后面查表的资料是以万元为单位 那查哪个表呢 查F F3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Table Array 你按F3哦 特别注意哦 我在这边是按那个F3 特别注意这个一定要记起来哦 他会自动带出这个名称 那我要去哪边查 配股数量表 所以你就找到配股数量表 选他之后的话 他会帮我把这个配股数量表 带到这边来 OK 然后呢 他会问你下一个问题说 COL Index Number COL是蓝 COL是蓝 意思说你要查的是 你要查的是一定是只能查第一栏 那你要带回来的资料 请问要带哪一栏呢 1 2 3 所以这边记得哦 输入了3 那另外的话呢 Range Lookup 指的就是说 那你要比对的模式是 完全一样呢 还是要找接近的呢 特别注意哦 1450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配股数量表 没有1450 所以只能找接近的 当作1 是找接近的 OK 好了之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OK了 另外特别注意哦 其实这个公式哦 除了可以这样子写之外哦 其实这个C4有没有 甚至呢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名称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定义 这一栏 就叫业绩嘛 所以你可以不要叫C4 F3 你可以叫什么呢 直接叫业绩也可以 业绩除以1万 那你想说那为什么他业绩不是一整栏 对 他会自动抓到你现在的列 抓到对应的这个资料带过来 他不会整个全部哦 他只会抓到你对应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那个业绩那一栏里面资料带过来而已 OK你会按1450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他全部里面哦 就没有那个蓝跟列只有名称 那你将来直接把它丢到VBA里面 就完全不需要改任何一个字 就可以直接VBA就可以执行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一键完成 待会跟各位讲 然后你就直接把公式贴过去就OK了 现金股利的话呢 是什么原油股数 与分配股数 总和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 哇那如果你们老板交代你这样子把它做出来公式 你可能刚开始看头晕了 哇这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定义好名称之后呢 其实哦 就会非常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等一下就等于 原油股数与 与的话就加了 分配股数 除以总发行股数 乘以分配盈余 这四个名称都用F3代就可以了 结果就OK了 我这里是有个看 其实本来很麻烦的东西 你就怎么样 等于F3 要什么呢 原油股数 所以你找原油股数 与加上F3 分配到的股数 也就这一个 那先加 所以记得刮虎要刮钱 不然的话它会除以 除以什么呢 F3 总发行股数 这边有个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F3 来分配盈余 好OK了 做完之后打个够 你的结果呢 就OK了 反正你老板叫你怎么做 反正你公司确定 你资料有确定 没问题 以后呢 就名称跟公司 就是这样带 就OK了 你会发现 这个阅读性还蛮高 如果以后你们老板有问题的话 你说老板 我是照你的公司 如果有问题 应该是你的公司有问题 也不是 因为我就照你的方法做嘛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查什么 查税率 税率去哪边查呢 税率表 它特别是这个水平的 查一定是查第一列 带一定是带第三列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跟刚刚那个纵向不太一样哦 刚刚是纵向是第一栏 带是带第三栏 这个横向的话呢 水平的是查第一列 带第三列 OK 比如说它多少钱 缴多少税 比如说它的股票所得哦 如果是50万以内的6% 然后50万到100万8% 一类推 那我如果要把这税率算出来的话 这边有提示 它说原有股数 与分配到的股数 去那个税率表里面查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如果用HLUGA的话呢 其实也大概大同小异啦 只是说把它改一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找到HLUGA 第一个的话 它说原有股数与分配股数 所以F3原有股数 加上分配股数 不过特别注意哦 它一个格子里面好像 只能按一次F3 如果你要再按F3 这边不行 但上面那个资料便积也可以 这边不行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再下一个格子 F3 然后怎么样 分配股数 我的习惯呢 把它剪下来好了 然后再把它贴入 不用双引号 它自动好像帮你加双引号 把这双引号拿掉 相加之后的话呢 它股数好像是1万预位单位 股数 所以这边的话要除1万 跟刚刚那个一样 不然的话后面那个税率表 好像万预位单位 那去哪边查F3 去税率表里面查 所以税率表 就刚刚这个税率表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再点一下税率表 它会移到税率表 那它会问你说 那查一定查第一列 请问一下你要帮你带哪一列回来 第三列 税率表的第三列 1、2、3 那比对方式一样是1 找接近的 它会帮你把12% 0.1都带过来 然后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其实就是等于F3 现金鼓励乘上1减到税率 这些都F3可以带过来 再算排名 排名的话呢 就是根据那个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去做排名 所以这边 我把这边给做完好了 等于这个等于F3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我跟讲 现金鼓励 乘上 乘上刮幅 1减掉税率F3 这应该有税率 后刮幅 这样OK 打勾就可以了 最后的话呢 这边再把它向下填满 排名的话呢 就是用那个之前讲过的 在统计里面 有个rankEQ rankEQ呢 就针对什么呢 针对这个排名 这个排名 其实这个就扣税后现金鼓励 所以你按F3 你跟他讲说扣税后现金鼓励里面的这个 去那这整个范围 所以在F3 再一样扣税后现金鼓励 所以这两个都扣税后现金鼓励哦 这个指的是他这个人的那个扣税后现金鼓励 这个是指的是整个范围 这样的话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结果给算出来 那排名的话你会发现 然后这边的话 以前其实在那个 那个台湾那个足科荣井的时候 其实都有配这么多股 哇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他可以有得到这么多 三千七百多万 哇不得了了 那时候其实真的 一年的那个配的股数 比他的薪水还多太多了 OK 不过当然现在没有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1 这边全部都是用F3带过来 那基本上呢都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上面的这个公司所做出来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最后那个RANK EQ 其实也是一样 两个都是扣税后现金鼓励 但是上面这个是自己抓到他 他这个人的 这个REF是一个范围 他自己抓整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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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